今天呢是3月2号 来到武汉已经28天了 今天我穿这件衣服呢是手术服 因为我的衣服都已经全部洗掉了 然后还没干 所以说我只能穿一件手术服 我觉得这件手术服还是不错的 挺合身的 穿着呢也是挺舒服的 今天有一个小故事 就是华山医院的一位医生叫杨敏杰 他的小儿子生日 然后呢他今天在进仓的时候呢 有一位包立文医生 实际上也是跟他们的一位张昂医生 就一起策划 然后在他身上写下来 那个祝他小儿子生日快乐这些话 然后杨敏杰医生他自己不知道 进到舱里以后是患者跟他说 您今天身后还写另外一个男子 然后他才发现 等到出舱的时候 另外一份惊喜等着他 我们来看一下视频 妈的今天我过生日 大家都给我唱生日歌了 还有大家的歌词 可是我有点不开心 因为妈的不在 我和哥哥都很想你 每当想你的时候 我们都会把化妆品拿出来 闻一下 因为里面有妈的味道 你在武汉要加油 因为我长大了 可以做护自己的 我们都支持你 来抱一下 儿子好可爱呀 有什么跟儿子说吗 让我给你祝你生日快乐 妈妈一定会加油的 希望我们能够早日 再回到家里看到你 给你过生日了 华山医院 他们已经过来 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 那么对于这些妈妈们 对于这些护士医生们来说 实际上他们是非常想念 自己的亲人 特别是想念自己的孩子 真的是就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他就看到了 小儿子给他的这段视频 然后我在旁边就录像 他大概听到一半就 忍不住眼泪就掉下来 我在那边录的时候 眼泪也掉下来了 因为自己是医生 肩负着使命 必须来到这里 为这里的患者 为这里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们 去挽救生命 所以说大家义无反顾 把自己的这份情 这份对孩子的思念 藏在心里 然后刚开始看到 就是一个视频 然后是我小儿子 然后他说 他要过生日了 我不在身边 然后说了几句话 刚开始我还是很高兴的 就看着他 但是呢 看看看看呢 我就 就是 就实在是忍不住了 就是 就是对他的想念吧 然后他稚嫩的这个声音 默默的就是 说着他有多么想我 嗯 然后 他说他 你拿着我的一个 用完的一个面霜的一个罐头 里面有点味道的 香味道 他说他时不时地拿出来闻一下 这个细节呢 其实我是知道的 但是当看到他这样说的时候 这样做的时候 我实在是 嗯 实在是忍不住了 我觉得实在是 唉 我想 所有当妈妈的心情 应该是跟我一样的 看到儿子的这个画面的话 我感觉他们真的比原来更懂事了 我们家两个小朋友原来是一直要打架的 然后我走的时候呢 因为也比较匆忙 没有跟他们讲得非常清楚 也不舍得直面他们 他们不敢 然后 但是呢 他们还是通过事后的视频跟我说 妈妈 我们支持你 也希望你能够把这个抗疫的工作做好 然后回来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会乖乖的 然后我 家的大朋友 大的小朋友 他是五年级的 小学五年级 他跟我说 妈妈你放心吧 我是男子汉 我会照顾好弟弟的 你不用担心弟弟 我也不会欺负他 所以我真的觉得 心里面很高兴 也很欣慰 医生和护士们 远离亲人 背井离乡 来到这里挽救生命 是他们宣下的事业 是他们义不容辞的担当跟使命 所以说 在儿女情长面前 实际上我们采访的这些医生 他们都有一种感受 就是不后悔 过来 是他们应该做的 每一个付出 都是值得的 只要能够战胜这场疫情